橙子说道 我们还阳也需要时间呢 随后扫拾众人 纳闷道 这是什么地方啊 你别磨叽了 他们几个呢 都去追那个邪物了 我们担心你在这里有危险 过来帮忙 说话间 一股阴风从外面的门洞吹了进来 卷起了沙尘 在并不大的房间里 形成了一波旋风 哼 还有手段 叶少阳冷笑道 转念一想 对方好不容易倒走了自己的法器 肯定是有什么手段诠释出来 非要置于自己于死地不可 橙子小白 你们在这守着 守护大家 军事 你跟我走 林三生飞在前面 打碎了第一波旋风 叶少阳跟着出去 出门的时候 听见里面鬼哭狼嚎的 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 不过想来 有橙子和小白在 应该不会有事 而自己 也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洞悉真相的机会 两人往北方正狂奔 跑流几百米的样子 叶少阳问林三生 做法的人离这号多远 之前有两三里 现在 古姐就一里路了 叶少阳往正北方望过去 对面隐约能看到一座高大的山丘 猜测 对方八成就是躲在那座山丘上 对林三生说道 我们朝的后路 免得被他们跑了 当下 施展凌空步 往西边绕过去 在沙漠上行走飞快 林三生是鬼 速度也是最大的优势 紧追不舍 两人迂回前进 很快就绕到了沙丘的侧后房 一目扫去 沙漠里空无一人 更加印证了自己的猜测 于是对林三生 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 漫步爬上沙丘 这沙丘有十来米高 两人爬到一半的时候 看到有七八个人 站在沙丘的顶端 面朝监控室的方向 从背后上看 这简直真的是一群原始人 一个个身上只穿着 灰不拉几的短裤 皮肤有黑发凉 一看就不是本色 而是长期暴露在阳光下的结果 所有人头上都戴着一圈 好像是藤条编程的草帽 脖子上还系着某种金属瓜坠 荧光闪闪的 叶少阳看着他们的背影 立刻想到了四个字 印第安人 一共六个 都是男的 最中间的一个 比周围几个看上去 都要高大很多 盘西坐在地上 双手握在身前 从后面看 双臂不停地颤抖 不知道在捣鼓什么呢 其余几个人也都跟着他并肩 有的挥舞双臂 口中吟唱着听不懂的话 有的手里 拿着类似于小鼓的东西 用力摇着 叶少阳虽然不知道 这群人在捣鼓什么呢 但这场面一看 就是巫术 连林三生都转头看了他一眼 意思是现在怎么办 叶少阳也是有些犹豫了 他也没想到对方有这么多人 自己现在两手空空 只有一把刻着血服的匕首 也是临时的发起 两个对八个 这万一打不过 这不等于是来送死的吗 而就在这时 叶少阳感到了左手掌心 传了一股温热 心里顿时有了些底气 一丝气息的流动 从左侧传来 叶少阳转头一看 两眼顿时瞪得老大 居然是一张燃烧的灵符 迎风朝自己飞来 灵符 叶少阳真没想到 在这里能看到这样的东西 当下捏了个发菌 一掌拍过去 搭在灵符上 灵符上的火苗 好像炎花一般的炸开 无数火星 却集成了一个赤字 朝自己打来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林三生怕得空手吃亏 飞身挡在他面前 祭出了三花 灵光落下 形成了一道道 如同栅栏一般的屏障 火星打在上面 立刻熄灭 指挥被风吹走 一道人影 从沙丘的侧面走了出来 是一个身穿金黄色道袍 手拿扶尘的中年男子 留着一抹黑须 标准的道士般相 跟他的形象比起来 叶少阳感觉自己 根本就不是道士 活脱脱的一个耳溜子 没想到沙丘侧面 还藏着人呢 而且还是一个道士 这真是让叶少阳 有些吃惊了 不过他们这一攻一守 惊动了那边 正在做法的几个人 纷纷转过头来 叶少阳扫了一眼 这才看见几个人 都戴着凶神恶杀的面具 只有眼珠子和嘴巴露在外面 一个个都看着自己 眼中也满是震惊 似乎没想到 被他们围攻的自己 怎么会突然来到这儿了呢 六个人胡拉一下子 就站了下来 转身面对叶少阳 叶少阳这才看到 之前中间那个 应该是领头的人 坐的地方 躺着一个人 也是跟他们一样的打扮 头部位置放着这一只 好像瓷盆的东西 这个人的脑袋伸到里面 俯身朝下 瓷盆里全都是血 叶少阳猛然一惊 用人血来做法 不管怎么说 眼前这几个肯定是邪朽的巫师了 无量官 这位道友 贫道这项 有礼了 那中年倒是一脸的鬼小 却手捏子舞爵 对叶少阳行了个礼 子舞爵虽然是道士见面礼 常用那种 不过一般都是同辈或者辈分高的 见到晚辈所用的礼数 而这道士捏子舞爵士 左手大拇指翘起来 指着自己 这就是长辈对晚辈的意思 并且有点蔑视 叶少阳静静一笑 还没还礼 双手插着腰 歪着头打亮着他 说道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道士轻蔑地说道 山高众人台 一阁飞千里 叶少阳忽然一惊 众阁弟子 这句切口 叶少阳从来没听人说过 只在书上见过 因为众阁派早就没了山门 叶少阳恍然想起来 上次在清明界 跟自己斗法的皇冠柱 便是众阁派的道士 众阁派在清明界还有山门 势力也很大 但是在人间 早就没了传承 叶少阳当下皱着眉头 我还是第一次在人间 见到自称众阁的弟子 你确定你是众阁弟子 只有取错名字的 没有报错名字的 众阁一派的确一无山门 但不代表断了传承 中年倒是笑了笑 导游了不起啊 面对这样的围攻 两手空空的居然可以脱困 我也很纳闷 我都到这了 你居然还可以 慢条思理的跟我说话 叶少阳在手里玩着匕首 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